Hello,我是EG 這次大阪片重點是黑門市場的懶人攻略 不一定要很早起床 就算你遲去也會有遲去的好處 是早起床的人得不到 除非你留很久 上片我在早上6點到達大阪 雖然是節省了晚酒店 但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酒店未有得Check-in 即是我要在街上留半天 自己又要拿著行李在街上游泥浪蕩 你猜我第一站去吃什麼 是AMG一條 那時候香港還未出麥龜頭 還想著馬上去威風一次給你們看 誰知一回來香港就出了 算了 反正我最喜歡的都是麥樂雞點酸忌廉醬 原來日本還有一隻限定辣味麥樂雞 是麥龜頭出了之後 去到日本一定要吃的AMG 這個你們又想不到 但我現在回來了 我自己都想不到 在我的Story都有說的 我真的以為日本已經先進到 然後拿著Type-C出來打算插進去 吃完都還有七個多喜歡留在街上 隨便找個付費鎖卡鎖住行李之後 就來到地下街這個叫板吉 類似超級市場的地方 這個中數在Underground 是更多有看過地面的 我認為在裡面是任何種類的食物都可以找到 消熟了的肉類啊 魚生類啊 手信類啊 炸物類啊 就算連甜品都有超多種類 有決心吃完 分分鐘要留在這裡整個星期 留多一會都好像會種幻術一樣 所以就走上一層去梅田 怎麼弄都弄不到他想要的 哎呀 得了 上來就看到這間連鎖咖啡店叫做Doutour 裡面都有很多你一看就覺得很好吃的卡 但是其實我是被這杯賴戶內產的青蹄Yoghurt吸引了進去 我自己很喜歡喝乳酪的 這一杯我也十分之推薦 青蹄味和乳酪的比例是剛剛好 算港幣都是二十多元一杯 有酒店入之前還走到這個有都白起 主要都是賣家電和三絲產品 很多香港台灣菜的新梅田食道街 這個大型商場Hive 裡面可以找什麼種類的衣服都有 鼓著 Y2K 工裝機能 全部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還要很漂亮 如果下次再來我一定會拍給大家看 終於回了酒店放下東西 立即來到梅田的內街找我最喜歡的 不是無聊案內鎖 而是亂找地道餐廳 本身我自己是很想吃海鮮放題 但是找到整個梅田都沒有 就連這間食物介紹所 都跟你說梅田只是在飲酒和燒肉放題 但是到最後我找到一間很好的回轉餐廳 就是這一間 名字不懂讀放在右上角 你們一定會找到 裡面的裝修很普通 並且沒有半個遊客 裡面全部都是日本人 只有我是遊客 當然是給它1.54元一碟壽司吸引進去 算回那時港幣7個多一碟 這麼便宜一碟 就連平時一定貴一點的蒲燒鰻魚、梵立貝、吞拿魚 去到中拖羅、大隻短蝦 都是7個多一碟 平時拉到牛油果一定貴一點的 它又跟它7個多一碟 火笛壽司又是 明太子沙律醬 沙律醬肥牛 劍魚腩 山藥泥壽司 全部都7個多一碟 當然看來其他怪的都給你了 甜品都是那兩碟 朱古力和芝士蛋糕 最重要的是它是用純手握 它不是用機器去壓飯 用人手握的壽司 是真的質感好很多的吃 師傅這隻手是快到我要特地開慢動作去拍 看看放題價大概都是3-4-5000日圓的價位 但是這裡一個正常人 不用3000日圓就一定飽到媽媽都不認得 最後送上梅田特色建築 今晚就是這樣 我一心的了 謝謝 在這個過場 我有一點想跟大家分享 我嚴重認真懷疑 踩單車 才是日本的真正國水 整個大阪的人都在踩單車 你看那些單車 有些是專為了BB而設計 你以為下雨就沒有人踩單車了嗎 不好意思 我一隻手單車就另一隻手踩 不是開玩笑 我是看到一個阿嬸的過彎技術比我更好 日本其實是應該拍單車版 最初的共鳴會更厲害 第二天來 客館市場 懶人也有足夠 一開始抱歉是我不爭氣 我竟然被眼前的這間Daiso吸引了 去買什麼 買入面的飯素 我是飯素王 不是飯少王 所以 買了三個幾月份量 都是60多元買單 怎樣可以不買 等這個妹妹買完 就跟大家介紹這間 龍興燈 焦糖味 不知道為什麼我試吃了之後 覺得不太焦糖味 好奇怪 所以買了朱古力 哇 因為它沒有奶 不是用奶做 不是用蛋做 很棒的純朱古力味 現在開始認真走黑門市場 很多人都說 這些市場最重要的就是早起床 你才可以吃到最新鮮的魚生 現在我兩點三點來的 店舖的確是關了一半 但是也不要緊 重要的是去旅行 去旅行的感覺 而且一早來的人 一定會錯過我最後發現到的 一樣好東西 這裡可以看到有很多燒肉 白納貝 成千日圓一吋 薯米也可以 葛街道 燒肉 薯米 薯米 一一一 它可以幫你燒了它 你也可以用薯米 拿一些新的出來給我 一千日圓一吋 其實也不算很便宜 其實就 48元一吋 超酸甜 超酸甜 它的肉還要再實一點 比平時的壽司餡 吃到那些一點 嘩 正 接下來是被這間天福吸引到的 不是它門口那些海膽飯吞拿魚飯 而是看到這塊大過你六塊麵的 章魚米果 看到師傅的製作方法 都好像在寫著書法一樣 很好奇想知道它到底是什麼味道 當然還會去試一下章魚丸 但這個章魚丸吃完之後 我就覺得 不是太特別 沒什麼好說 這塊這麼大塊 剛才在街上看到 有個人手掌著整塊 章魚米果 邊是米餅 它用了一點時間 咬到中間 才告訴你 醬是什麼味道 章魚丸的醬 但是加上脆餅 你就好像在吃薯片版的八爪魚丸 那我吃完之後 其實覺得 吃那塊章魚米餅 其實吃完之後 好像跑半碗飯 下肚子那麼飽 而且要盡快吃 如果不是它一變軟 中間就很難咬很難咬 自己一個吃一定吃不適 而且如果是冬天來會更加好 因為 店舖和食物都真的很熱 接著來到這間黑門村 一看就知道是和牛燒肉了 它有三個價位 最便宜的一千元一串 去到四千元一串都有 都是那句 窮油 而且日本 市都好吃 所以就買了最便宜的一千元串無牛 就是這樣 焗一焗 煎完這邊煎那邊 跟手再壓一壓 最後點好醬 可以 應該是市場切的 宮崎牛 但是窮油 在這裡已經聞到章魚肉味 不知道是因為它的店舖一直燒 還是這串真的太香 一咬 你不用刺 一咬 立即就開 裡面淡淡汁 鹽很鹹 但是很好吃 你試過吃蠔牛 吃到像吃漢堡扒的口食 很好吃 這間黑門三平 就是我發現的其中一個好東西 你神雞那麼早過來吃 當然有很多新鮮的魚 但是同樣地 因為它們不會保持過一天 所以有很多店舖在臨修店舖時 它們會半家發售很多不同種類的魚 是半家發售 不是買一送一 譬如這個吞拿魚壽司 我吃下去的味道都已經八九十分 我不知道在神雞那麼早過來味道 可以撐多遠 但是我真的寧願節省一點睡眠時間 過來半家吃多幾種不同的壽司 如果說哪家特別一點 我就會覺得是這間火石神戶牛 完全是忍者主題 你在裡面可以玩到忍者遊戲 你還可以看到名人在切牛 但是好不好吃呢 說真的我就覺得它的外表比它的味道好太多 所以試完這個也就了 順帶一提 我覺得Sikawa已經霸佔了整個日本 無論那間店舖是賣什麼的 裡面都會有Sikawa 吃到飽了 最後當然要吃飯後果 說就說比較遲離 但是你看看我 都是不夠肚子吃進店舖 這間水果店看起來很新鮮 所以我就忍不住買了我最喜歡的蜜瓜來吃 一百日圓一塊新鮮蜜瓜 一百日圓 即是四個白可以咬那麼多 我就不客氣了 為表新鮮還要給我一些皮 但其實它的質好味道 如果再冷一點就吃 但我想說這個已經很棒了 甜的甜品 它這個甜是因為它很熟 它已經很熟 所以它甜到這樣 但是就不夠爽 如果它爽一點的話 那就超棒了 嘩 我覺得差不多是時候要走 本來我想試多點食物給大家看 但一個位真的搞不定 哇 真正好 走的時候不小心讓我看到這一間蜜瓜包專賣店 我老年也跟你拆了 它有菠蘿皮 草莓味 杏仁味 原味 朱古力 和焦糖味 只能夠選一個的我 這次是選了焦糖味 麵包比起便利店買的鬆化很多 配料也十分新鮮 我好推介 之後就來了 杜頓掘的摩天輪 Donkey 下雨 好開 灰到爆了 最灰的就是 無論杜頓掘還是深齋橋的橋邊 顧力那段位置 所有人都在打卡 它是沒有一刻能夠清靜的 擊敗它們不到 就只有自己也打碼一份 晚上都沒什麼吃東西了 深齋橋這條商店街 果然是真的發現到很多在香港炒到三四千塊的鞋 在這裏 可以在隨便一間店鋪見到 閒地二千元元價一對 過了今晚 就到了我大阪的最後一個行程 它就是環球影城 我第一次來了 沒有你們那麼多經驗 過得來的感覺 原來是和迪士尼差不多 《茫茫人海》裡 你第一站會經過的就是 《我的英雄學院》的環球影城4D劇場 故事就一般 但是4D的打鬥 我自己就比很高分 看看這個彈爆你JJ的宣傳海報 通的啦 故事是講主角們 和這個環球影城原創的英雄角色 《吉他麥》 能力好像是它的音樂 是可以影響到人的心智 但是它走火入魔 所以它不應該叫《吉他麥》 應該叫《吉他麥》 Fuck 誒 說好了只是說食物 說什麼呀 英雄學院 雖然我剛才說這裏 跟迪士尼差不多感覺 但是都是舒服過香港迪士尼少許的 人就怎樣都多 但它多得來 都會有地方讓你休息 可能因為它地方本身比較大 我平時不是那些喜歡去主題樂園的人 但是過到來心情都不錯 好了 說回食物 沒得不來的海賊王主題餐廳 其實除了主題擺設之外 它可以說是跟香港迪士尼的火箭餐廳差不多 無論是你叫食物的方式 還是一個餐的價格 這裏的店員都蠻喜歡烤水吹的 你可以準備定它會問你最喜歡哪個角色 以下的內容將會有一半 你要有看海賊王才會明白我說什麼 露菲自己就有個肉餐 羅賓有個炸魚餐 食魚這件事不知道沈平自己怎樣看 不過他也不約 他也有個燒雞餐 為何沈平自己都可以出個餐 而烏索普就是兒龍餐 南美是飲飲山寺甜品我體諒 但是爲什麽卓落他只有杯 可以幫我和他拍照嗎 露菲餐上面這塊肉的口感是和牛口感 一咬就立即開 十分重牛味 看起來樣子好像真的在露菲平時開派對會吃的肉 下面的漢堡扒 雖然看起來就實的的 但是想不到這麽軟 很軟熟的 再配上醬也真的很高分 羅賓的包呢 這樣說有點瘋 整個包都很煙韌 帶上裡面的炸魚再加上芝士 是超級好吃 還有一些紫色的包可以吃 算是這樣的 裡面的炸魚都十分脆 二選一我選露菲那個 羅賓的餐他這樣遮蔽了下半身 然後這裡夾著一條魚給你看 它的沙律醬也頗有趣 山字黑森林蛋糕 可以見到它的捲味和三樓 裡面是紅桑子果醬 味道是80分 竟然會見到熟悉的木餐具 還有在室外吃會被逆龍嚇到 這條片最後一站 我覺得整個環球影響最好感覺的哈利波特園區 它是真的很還原 如果不是那麼熱和那麼多人的話 現場是熱到噴火 你看這個小孩熱到魔法都失靈 過來了當然要試試他們的名產Butter Beer 過來了環球影響一定要點一杯 這個就是哈利波特的Butter Beer 如果它冷的話就要貴100元 這個天氣一定會這樣冷 裡面到底有什麼要做的 這個杯子要緊實 是沒有酒精的這杯 整杯都是甜品 哇很軟 很軟 下面是焦糖 全部都是焦糖味 根本是冷焦糖 但是很好喝 它是一些Butter味和一些Bitter味都沒有 很軟的 旅程就在這裏作結了 希望都給到你們做參考 希望可以快點再去到一個旅行 然後再拍片給大家看 喜歡看的話就記得留言訂閱和給個like我 想支持我拍片的話就加入會員 都是那句 一個月當請我吃半餐飯 最後有一點點想問大家 有玩Mario AR Game的你們 這個畫面熟不熟口臉 那時候在這裏的你們會不會跟我一樣在想 混蛋的終點到底是否在地壑 為何我可以落這麼多層 都還是繼續落 我選